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许有些荒唐,但是大军的性命不容而细 可是你现在自身难保,又何必在关心千里之外的战事 大军是楚国的国君,万一有什么闪失,那楚国一定大乱 而且,战场上又有那么多的楚国人,我不想看到更多人家破人亡 你何必骗自己呢 你真正担心的是屈原 对吗 莫愁 你这样为了她,值不值得 很多事,没有值不值得 我只知道,我必须这么做 公主 你真要跟太后去说这件事吗 莫愁姑娘要这么做,她是为了楚国 可是,帮了楚国不是等于害了秦国吗 本宿 本宿不是要帮秦国,也不是帮楚国 莫愁说得对,战场上有太多无辜的人,本宿只是不想他们因为秦楚两国的战争而白白葬送性命 可是公主,咱们毕竟是秦国人呐 兄多吉少,大军才刚刚出征,你就在这里说如此不吉利的话 太后心目 太后心目 莫愁只是担心大军此次出征会有危险 危险 嬴妃 你也太高看你们秦国了 六国合纵 何等雄兵 区区一个秦国 还能翻了天了 现在这仗还没开打 你就在这里诅咒大军 你是何巨星呢 太后,夏其并非胡说 是莫愁娘娘所梦 她让盈盈一定要转告给太后 好大的胆子 你又偷偷地去看她了 你把哀家的话都当成耳边风 夏其并非有意违抗太后的命令 只是莫愁娘娘为了让人把消息告知太后 已经绝世许久了 她绝世又关你何事啊 不关夏其的事 可是关系我们整个楚国呀 说说 到底是什么事 太后 莫愁娘娘做了个噩梦 她梦见大军此次出征交友不利 恐遭遇不测 太后 请您尽快找人告知大军 早做打算 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 荒唐 只是个噩梦 亏你们想得出来 太后 莫愁是大楚屋的女儿 此梦难说不准呢 你 一个秦国的公主 如今秦楚交战之际 你会有心要帮助楚国吗 我怎么知道 你不是有意为秦国在做安排 而动摇我军心呢 太后若是不信 大可亲自去问莫愁姑娘 就算你们说的都是真的 但你们所谓的危险只不过是个噩梦 难道你要让哀家相信一个噩梦 不要再说了 给哀家回去 好